不得了啦 看到一款把章鱼哥给人家切割模型了 竟然是他裹进入管理里面 紧接着趁他不注意来一下这条鱼上 然后出来后完好无损 真的有这么神奇吗 我也给我小孩做一个 首先趁孩子不注意 把白纸草稿准备好了 接着来描出章鱼哥形状 这个章鱼哥看着是不是很惊讶 我又将小孩的剪刀修剪一下 下面我们将这些自愿参加挑战的马克笔 全部涂上 然后再趁章鱼哥不注意 先来看看盒子结构 这个时候盒子的颜色是橙黄色啊 不然颜色对不上他就会嘲笑我的 然后将小孩的橙色卡纸剪出这个模样 接着又将小孩的手工刀切割一下 大概参考一下就这样做了 先找到一个可以对接的边角粘贴一下 结果一下就成这两半了 然后剪好一个分身盒子对折起来 下面我们趁这个上盖不注意 就给它粘上去 将这里对齐就行了 这个时候呢都快完成了 我们把它涂上黑落落的颜色 再配上两只黑蜘蛛 我趁大家不注意 给他放上一个小部件 特别的神秘感 下面呢 我们试试能不能分身术 我们先给章鱼哥放上去试一下 我感觉不会成功吧 嗯 一 二 三 我去 哇塞 这也太神奇了吧 我估计第一次现场看到的呀 等会儿给小孩的话 他一定会表扬我的 哇塞 我开心 嗯 还带来 我来 感谢观看